富士山真的要喷发了吗 根据媒体报道 6月19号 日本警察厅已经为富士山喷发做好了全面准备 说早在2020年啊 就传出了富士山可能喷发的消息 现在两年过去了 日本人时刻延阵一带 看来富士山真的随时会喷发了 作为日本地标的富士山 其实是所国火山 只是因为上一次喷发过去太久了 大家忘记了它有多大的威力 近2000年里啊 富士山曾用17次比较大的喷发 平均每100年左右就会有一次喷发 最近一次喷发是在1707年 到今天啊 依旧300多年了 为什么这一次的间隔这么久呢 因为历史上富士山平均喷发的强度级别是三级 但上一次喷发却达到了五级 不要小看着两级的差距 每一级之间的强度相差足足十倍 这意味着 上次喷发的威力超过了平均强度的100倍 那次喷发整整持续了16天 喷出的火山灰直冲云霄 附近数千公里的地区都不见天日 空气里啊 全都是硫磺的味道 这样剧烈的喷发释放了大量的能量 让富士山消停了足足300年 如果那次喷发推迟220年 我许啊 世界历史都会被改写 富士山喷发会有什么后果呢 日本人会因此承诺吗 最先受影响的 就是离富士山仅仅80公里的首都东京 3月份啊 日本专家做过一次模拟 发现可能在火山喷发两个小时之后 东京就会陷入一片黑暗 到时候啊 岩浆流淌的地面上将会毁坏道路 富士山顶中年的积穴也会融发 夹着沙土顺着山体流下来 变成滚烫的泥石流 万一附近的人们没来得及疏散 可能就会葬身在一片泥泞之中 当然也少不了遮天蔽日的火山灰 根据专家预测 光是东京可能就要清除4.9亿立方米的火山灰 这些火山灰会落在道路上 房顶上 电线和通信电缆上 无论是出行还是通讯都会受到影响 火山灰完全沉降到地面 还是要一定的时间 在这之前啊 它们会漂浮在空中遮蔽阳光 影响植物的生长 而且火山常常伴随着地震 即使日本处于地震带上 有丰富的应对经验 但十年前的东京大地震 仍然造成了2500多人失踪 接近2万人死亡的惨剧 富士山一旦喷发 日本不会沉没 但一场血雨腥风恐怕呀 在所难免 富士山喷发 会不会对我国有影响呢 毕竟日本离我们实在太近了 虽然隔着海 岩浆流不过来 但如果火山灰飘过来 反而更难清除呀 去年8月啊 日本小力园群岛的海底火山喷发 喷出的火山石顺着洋流 飘到了冲绳岛阁定 覆盖了整个海面 当地渔民有长达两周多的时间 都没法出海捕鱼 最后 还是在渔民和志愿者的接力下 才把富士给清理干净 如果富士山喷出的火山石 也飘到咱们的海域 无论对渔业还是环境 都会有破坏性的影响 但不幸中的万象 专家测评定发现 富士山喷发对我国的影响非常有限 首先啊 在这个区域呢 风是从西向东腿 咱们呢 刚好在日本的西边 也就是说呀 风只会把火山灰吹得离咱们越来越远 而火山喷出的岩漿和碎屑 影响的范围一般在100公里以内 也离海边远的很 所以啊 只要这次的喷发在6G以下 就不会影响到中国 日本警示厅已经给所有警员发放了口罩 你觉得为了应对富士山的喷发 还应该做些什么准备呢 感谢收看Hack4情报社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